完全无门坎 学情有门道 大家好 这里是原子坛吉他教室 我是原子 如果你是吉他爱好者或者是指坛发烧友 那么请点击订阅我的视频 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来吧 拿起吉他跟我练 一路火花带闪电 我终于更新了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曲子 是来自郑成和原创的一首 麒麟帝一样成神曲 如果说你还不是很熟悉这首曲子的旋律 或者是乱落的话 那么你可以去看一下我的演示视频 或者是去听一下他的原曲 这样对我们之后的学习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之所以说这首曲子叫做麒麟帝养成神曲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粗壮的左手 和其等会再给你钱 我在我自己的定义 我把这首曲子定为一个五星的难度 为什么 因为这首曲子在非常多的地方 用到了一个封闭和弦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盒暗 大盒暗 另外在此基础之上 我们的左手还有非常多的大跨度的这样一个八度音的暗法 和这样的执法或者是滑音 比如说 这样一个执法 那么这还不算玩 除了这个之外 在我们这样有时候需要这样大跨度的执法 或者是八度音这样滑音的过程中 我们的左手还需要配合着右手 偶尔把琴弦按紧 或者是偶尔把琴弦松掉 续演在琴弦上来配合着右手 扫出时音 或者是这样闷音的感觉 因此这首曲子对于左手而言的话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考验 不管是从力量上 还是你的耐力上来讲的话 当然右手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它主要用的是一个PM的技巧 以及常规的拨弦 扫弦这样的方法 当然了以上这些 并不是说在提前吓唬大家的意思 只不过在我们学这首曲子之前 我们先把这首曲子需要功课的这些难点给了解之后 这样我们在学习之后的学习 会更加的有目的性一点 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那么另外这首曲子 它有自己的跳转在里面 这个时候大家先看到屏幕下方 这个小绝号的跳转 大家之后只要根据这个小绝号的顺序 去弹奏去进行跳转就可以了 等到我们具体讲到这些跳转位置的时候 再来为大家讲解我们该怎样去进行跳转 好 再来说到这首曲子 它原曲用的是一把中音吉他去弹奏的 整体而言的话 会比我们的正常的吉他而言 它会体积会大一点 用的琴弦也会粗一点 因此它的标准音也会比我们的吉他的标准音会低一些 好 首先在今天教会中 我建议大家我们调成这样一个音 就是在你的标准音的基础上降半音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六弦就是从E降到了升D 五弦从A降到了升G 四弦也是一个半音从D降到了升C 三弦从G降到了升F 二弦从B降到了升A 一弦从E降到了升D 好 那么再来说到这个曲子的话 它的原曲的调音 如果说我们要用正常的吉他去调的话 调到它那样的音高的话 从六弦到一弦这个时候 大家看到你屏幕的这一边 我已经为大家列举出来了 从六弦到一弦分别就是什么呢 B E A D升F 以及B 你需要在你标准音的前提下 整体的降两个全音以及一个半音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达到它一个原曲的音高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所调的这个音 也就是在标准音的前提下降半音 是比它原曲整体的高两个全音的 其实话说回来 我并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去调到它原曲的音高去进行弹奏的 为什么呢 对于我们正常尺寸的吉他而言的话 你降这么大幅度的音的话 第一个会让你的琴弦张力变得非常低 由此带来的一个是琴的共鸣会变差 它的范音也会变差 另外一个 当你琴弦变软了 你琴紧的这个 曲直度也会有稍微的改变 带来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呢 尤其是在你弹六弦呢 或者是一弦这样的比较极端情况下 它会出现大量的打平 这对于我们的演奏而言的话 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在今天的教学中 以及在我的演示中呢 我都是参考了郑成和啊 在现场的演奏中啊 使用正常尺寸吉他的时候 降半音的这个 这样一个方式去进行讲解 当然 大家如果想试一下的话 也是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调成它圆曲的音高 你只需要在调好之后啊 再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适当的调节一下 你的闲剧就没有问题了 好 那么最后说到 相信大家今天也可以发现 我今天换了一把琴 终于不是之前那个奇葩的半缺角 这是亚马哈新出的一款 这个红标系列 跟我的感觉就好像是 什么呢 我们在现在还能够买到 Air Force One的感觉哈 好 当然这把琴对我而言的话 或者说我个人理解的话 就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就在于 它的一个新的黑科技的实音系统啊 用了一个三模的方式 呃 今天也是主要 大家可以看到我 呃 也插电啊 主要是想通过它这一套 非常非常还原的 这一这一套实音器哈 在呃 琴的这个声音的实取上 做一些电声细节的弥补 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 待会儿在教学中 能够听得更加清楚一点 好 接下来我们正式进入到 今天的这个讲解中啊 先来看到 选择的intro段 第一小节到第七小节 先来看演示 好 我们先来看到曲子的第一小节 先直接来看到需要弹的部分啊 首先是一个一弦上的七品的范音 我们看到上面写有了 哈尔七 对吧 一弦七品翻译 接着是二弦七品的翻译 一二 好 它的节奏呢 第一 这个这个时候 其实这一小节第三拍了哈 等会儿再来讲哈 它的节奏 其实是一个前腹点的节奏 就是大大 接下来我们马上 接到后面呢 我们看到谱子中 在六弦上的这样一个标记哈 小叉下方带有一个短的小红线 这个是右手拇指的支音哈 你只需要将你的右手拇指的侧面 这样 敲在琴弦上 做到支音的同时 也可以得到一个很清脆的金属的这样的撞击感 虽然说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谈到这个六弦哈 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 它并没有有一个很实际的支音的效果 但是这个技巧它就是这样的感觉哈 因此我们在谈完这个第二个二弦七品的翻音之后 你的右手拇指的侧面就要迅速的敲到六弦上 就这样一个感觉哈 再来一次 好 接着后面三弦五平的翻译哈 上面写的是哈姆无哈 那么因此后面两拍节奏弹出来应该是这样的哈 好 那么这个时候再来说到我们在这一小集中前面才看到这个呃 拍号标记之后有一个很短的小红线啊 他这个跟这个后面那个小插项的小红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这个是一个二分音符的休止符 因此我们需要在什么呢 理论上来讲啊 需要在第三拍的时候 也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第三拍 再来谈这个一弦七品的翻译 呃 那么另外一个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上而言的话 在我自己的练习中啊 呃 我会会使用到这个节拍器去练习 同时这首曲子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去用这个节拍器 来把速度打慢一点进行练习 那么如果说你开着节拍器来练习的话 那你需要在第三拍的时候再来谈到这个一弦七品的翻译 那么之后如果说呃 用我的嘴巴来模拟一下节拍器的感觉是 大大大大 也就是第三声大的时候 也就是第三拍的时候 再来谈这个一弦七品的翻译 这样的话你在到后面的这个弹奏的时候 你就不容易出现错乱啊 如果说你在节拍器的第一拍就弹这个一弦七品的翻译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你每以后 你之后所有小节的开头的第一个音 都是在每一个小节的第二拍才弹的 这样会偶尔会使你自己产生一种错乱啊 甚至说你想到你之后的这个弹奏的节奏啊 因此如果说你在练习中使用节拍器的话 一定别忘了在第三拍的时候才弹这个一弦七品的翻译啊 好接下来看到第二小节 第二小节首先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标记啊 一个是在第二小节的开始 这里有一个前返复记号 那么就说明 我们之后肯定还会再回到第二小节再来进行弹奏的 好除此之外 我们看到第二小节这个上方还有一个sneel的标记 那么因此 也就是说这个第二小节在这首曲子中 从我目前得到的信息而言的话 至少是需要弹三遍的对不对 因此这个第二小节甚至说整个intro段是在我们整个曲子中会弹的比较多的地方啊 因此这里我们要需要好好学习一下 好首先看到这个前面的三弦五品的翻译延续到这里之后 连续了两个六弦空弦之后 接着是一个拇指的右手拇指之音 完了之后再试两遍的六弦的空弦 那么好如果说当我没有听圆曲 或者说甚至没有听过这首曲子之前 就来试这首试着弹这首曲子的话 那么 很有可能右手会弹成这样 其实当你在练习的时候 甚至说练习熟了之后 把速度加快 你会发现这样的方式对于我们演奏的流畅性来 流畅度来说的话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的 因此在这里啊 郑成和他自己的这样一个右手的方式是这样的 他给大家先看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清楚 这个时候来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我们该怎么弹啊 这个时候先将你的右手拇指和食指这样捏在一起啊 就有点类似于扫弦的时候的感觉啊 只不过这个时候你需要将这两个手指尽量的怎么说呢 你扫弦的时候可以不需要捏得太紧 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将这两个手指稍微捏紧一点 因为呃对于之后就这样的一个右手的置音呢 以及你需要带有力度一点的拨弦而言的话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好 我们看到这个呃 右手拇指指之前的这两个六弦的这个空弦 然后我们用食指往下的方向这样拨啊 一二二两个八分音符非常均匀的节奏 好 接着再来看到第二拍 也就是这个拇指的置音 以及后面两个六弦的空弦的音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去置音的时候啊 虽然说还是拇指的置音只不过这个时候当你把两个手指捏在一起之后 你需要什么呢 哎 大家有没有看清楚 这个时候我是将我的六弦呢 卡在了我食指和拇指的中间 为什么 之后第三个六弦的空弦 哎 我用我的食指往上一带 最后一个 再食指往下 也就是说其实说白了啊 在这里的四个六弦空弦音的弹奏跟拇指 没有任何的关系 拇指需要做的 只是在这里的这个置音 当然 虽然说弹奏音跟它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什么呢 当我们的拇指 当我们的食指再往下的这样一个拨弦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的两只手捏在一起是干嘛 右手拇指给了食指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支撑 不至于说 让你的这个六弦音弹起来非常的软弱无力啊 这样的话两只手捏在一起 拇指给它一个支撑 这样的话你弹出来的音会非常的厚实 非常的有力量啊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 因此我们把这个前两拍搞清楚了之后 那么接下来音锁之后的所有的这样的情况 都用这样的方法去弹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 好接着往后看 第三拍和第四拍这里其实和第一小节的后面两拍是完全一样的 还是 幸运翻音 好我把第一小节的后两拍和第二小节连起来 看给大家听一下 好接着再来看到第三小节 这个时候我们拨的弦从六弦换到了四弦哈 当然方法还是一样的 下下 敲 上下 大家一定记住这样一个方向哈 再来一次 好再往后看 后两拍还是七平五平的翻音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里的前三个小节 翻音的位置都是一模一样哈 呃 相对来说需要多数改变的只有你右手在拨这个空弦的时候 呃 从六弦换到了四弦而已 啊 好接着再来看到第四小节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出现的音啊 就变成了这个六弦的八平 那么这个时候用你的左手中指来按住六弦的八平 因为之后我们看到接下来的三个七平的翻音 都是在一二三弦上 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用你的食指按住了六弦七平的话 那么接下来你左手边的这个七平的翻音 是没有手在去弹的哈 啊 那么当然这里用五名指也是可以的 只不过我更加推荐 用左手中指来按住八平 再用左手指来弹这些七平的翻音 会更加的舒服一点啊 还是一样的方式哈 右手 诶 谈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啊 在这里的每一个翻音 我都是尽量用我的指尖去接触到我的琴弦的翻音点 为什么 如果说 如果说我用我的整个手指的指腹去接触到琴弦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当我弹到二弦翻音的时候 我的手指再接触到了前面的一弦的话 会让前面的一弦的这个翻音的音量啊 甚至他的这个呃音色啊 有一定有一定的影响 因此在弹这些呃 intro部分的翻音的时候呢 我是尽量 哎 其实我也是学着这种合的方式啊 尽量的去用指尖接触到琴弦 这样能够让每一个翻音的这个音色啊 音量以及他的演音能够达到最大化 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啊 好 再来一次第四小节 好 说到这个演音 我们来到第五小节 同时也是房子一的内容啊 好 当然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提前看到后面第五小节 后面有一个后反部记号啊 以及第六小节 哎 他是房子二 那么表示着呃 这个地方啊 确实是我之前所说啊 我们还需要来跳转回到第二小节 再来进行弹奏啊 好 看到第五小节 前面我们的左手中指是在六弦的八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五小节 哎 出现的数字是在六弦的七屏 因此只需要将你的左手中指哎 向左边移动一个屏 按在六弦的七屏上 接着右手 好 接着后面的一二弦的七屏的翻音 大家看到我用我的左手五屏指找到翻一点 哎 最后一个三线五屏的翻音 还剩十指 啊 同时 当右手做第二个这个呃在翻音之间的这个敲弦置音的时候你的中指可以拿开了因为接下来呃如果说你的中指不拿走的话后面再来弹这个三弦五屏的翻音实指呃来讲的话是其实是不太舒服的啊另外当我们做置音的时候其实左手的这个中指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拿开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哈 当我们谈完第五小节之后啊就是我刚才所说我们这个时候需要跳转回到前反复跳出现的那一小节也就是前面所说的第二小节那么再从第二小节开始进行第二遍的弹奏一直弹完到第四小节之后直接跳转到接下来的第六小节因为第五小节是房子页内容我们在第一遍已经弹过了那么第二遍就直接不是一条他哈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到第六小节 他是从在他是在第二遍的时候从第四小节直接跳转过来的哈还是呃当我们前面第四小节 好这个三弦七品的翻译延续到第六小节之后大家看到这里呃六弦七品上出现的是七的数字但是他底下有一个LH啊也就是这里我们需要用到左手的点弦用你的左手手指直接找到六弦七品这样呃直接点上去接下来四弦七品 用中指来按啊这个地方就不是点弦啊好接下来再往后看需要拨的音啊又是一遍六弦七品音啊好接下来看到第三拍哎这里的音发生一点变化我们看到是三弦的八品以及四弦的七品音啊这里其实我推荐大家左手的安排是这样的啊 十指不变啊将你的中指拿走将无名指按在三弦的八品上这个时候将你的十指倒下来直接切换成小横按的状态啊横按住四五六弦的七品 看这个时候听到的从六弦拨到三弦的声音应该是这样的啊好接着 看六弦三弦四弦 接着在后面一弦的空弦好最后一组音的时候再将你的中指下来按住二弦的七品再合三弦一起拨开 这个地方呃我再慢一点大家看一下我左手的变化 好另外说到这一小节啊我们看着他这个呃各种的这个节奏的改变啊比如说有潜伏点啊还有这种这么多的这个延音的这个连线啊表示延音 他的节奏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给弹清楚啊但是大家再听一遍啊这小节的节奏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把每一个音哈都稍微拖那么一会儿再来弹到后面 那一的感觉啊好再一次 好接着保持这样一个执法来到第七小节啊 先拨六弦 接着二三四弦一起拨 来到第三拍的时候还是保持这个执法的前提下 拨六弦的空前接着看到葡萄上方写了一个小许的祭弹我们需要做一个呃像第一把位的五位滑音哈 因为我们看到后面斜线的方向从左到右的趋势是向下的哈 这是他的前三拍哈 好这个时候我先把第六小节和第七小节的前三拍连起来 大家听一下啊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哈 基本上当你第六小节弹完之后你整体的所有之法都不需要再做出改变哈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拍啊 这个第四拍相对来说他其实比较特殊一点啊 因为这个地方他的处理上其实并不是像普子上这么绝对 他的这个其实实际的弹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话啊 那么先我们现在看到普子上的弹法是怎么样的哈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谈的第一遍的话 其实就是slam拍下去就完了哈 那么啊我们看到后面的这个第四拍的后半拍 他有两个这个闷音的扫弦是被一个括号过起来 后面写的一个RX 也就是说当我们第二遍弹的时候 你是可以在这个slam技巧之后再加两个闷音的扫弦 这样都是没有问题的 其实为什么说这一个地方他的处理起来比较自由一点 因为如果我们去听他的这个正式和的圆曲的话哈 其实这个地方如果你不仔细听的话 这个地方他的处理还真不太容易给听的特别清楚 但是说如果你看他的现场的演示啊 现场的演奏的话 你又可以发现他每一个地每一遍的处理都是不是特别一样的哈 他有时候可能就这样拍下去就完了 有时候可能还这样带两个这样的这个闷音的扫弦啊 或者是波弦 因此在这个地方的表示方式呢 呃我建议大家或者我希望大家可以自由的去处理啊 就按照你自己喜欢的方式 比如说我在我的演示中哈 我就直接这样slam拍下去就呃这样进行处理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于曲子来说的话 从我个人理解的话 因为接下来马上要接入到的这个月段 它会非常具有爆发力 因此我在直接在这里做一个slam的这个制音 以及让这个月段进行一短暂的休息之后 哎我马上进入到接下来一个新的高潮 那就是我自己的理解哈 好呃 那么最后我再把第六小节和第七小节完整的连起来 哎大家听一下 大家听一下这样整体串起来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哈 因为这某每一个小节之间他们都有一个言音的存在哈 呃如果说在前面单独的去讲某一个小节的话 可能哎把某一个小节内的音这样连起来的话 呃可能听起来呃给人的感觉不是特别的整体啊 这个时候大家听一下啊 这个就是曲子的intro段第一小节到第七小节的讲解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a段第八小节到第15小节 也是这首曲子最为经典的一个旋律段了哈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原始 我们来看到第八小节啊 由于这个a段啊确实是这首曲子中呃 呃除开他旋律比较这个呃出名之外啊 他也是有曲子相对来说对于左手考验最大的一个位置 因此我们慢一点来讲啊 好首先看到第八小节 哎在第八小节中就正式的开始了使用这样 像我在开篇所说的这样封闭的和弦呢 这个大跨度的指法以及八度音的滑音呢 以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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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手的这个制啊 虚眼琴弦进行制音弹奏哈 在这个这在这一段落中哎 这三个男的位置我们都用到了哈 好我们现在看到第八小节的第一拍哈 看到这里出现了这么多的数字哈 我们看到一三五弦上出现的是七的数字 而二弦上是八四弦上是九 那么从这个第一印象的判断而言的话 显然这里用单手去按单显的方式是不太合适的 如果你找不到五个怎么怎么说啊 虽然说加上大拇指确实是五个手指哈 但是你肯定不可能在这样的按显的情况下 把大拇指哎放到前面来辅助按显 因此在这个地方七品哎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判断出 他是需要用到横按的哈 好那么将你的食指横按一二三四五弦的七品 虽然说我们看到六弦上是空弦的数字哈 但是在这样一个调音这样一个这个 呃品位的这个把位下哈 其实对于左手的这个压力来讲还是不小的哈 好时日横按一二三四五弦的七品之后 接着将你的中指按住二弦的八品 五名指按住四弦的九品哈 好接着第一拍下下上 哎我们看到第一拍在第一个下的时候 底下是有带有一个加号的 因此这里需要做下扫的同时用你的手腕筋打板啊 下下上 哎这里尽量扫到所有的琴弦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接着第二拍拍上下 哎这个地方后面的上扫的时候 我们看到底下图中写的是叉哈 因此当你slime拍下去之后 哎需要将你左手呢稍微松一点点 但是不要拿开了哈 为什么我们看到后面的上扫 它其实和前面第一拍的数字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后面的指法前面指法都是一样的哈 哎 大家有没有听清楚 哎当我slime拍下去之后 接下来的上扫 哎 我左手是虚掩在琴弦上 并没有用力的哈 接着后面的下扫的时候 再把你的左手按时哈 把琴弦按紧 啊 这是前两摆啊 尽量的在扫弦的过程中 可以把你的右手这样打开哈 因为这里扫到所有的琴弦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好接着来到这些 第三拍 保持这样一个横按的状态不变啊 将你的无名指拿走 中指也保留在二弦的八品 接着将无名指按在什么呢 一弦的八品上哈 好 首先第三拍的第一个下扫 哎 它还是一个may 但是这个时候左手要需要提前准备好哈 接着后面的上扫 十字往上一挑 再将其他的手指都按好哈 只不过这个时候你的食指呢 可以暂时的轻松一点 因为并没有弹到这个七品的音 同时呢 我们看到扫子中哈 就一二弦上出现了数字 因此呢 这里正好实时放松在琴弦上 也可以对上面的三四五弦呢 做到一个制音的效果 避免说 哎 扫弦的时候一不小心带到了其他弦 产生出了其他的音 这样对呃 听感上来讲呢 会有一定的影响啊 哎 接着一个滑音哈 啊 啊 这两个手指整体的从 哎 这样往上扫之后 整体的从八品啊 滑到十品来啊 哎 接着第三拍最后一个上扫 还是一个慢音的上扫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将左手都续演在琴弦上 同时呢 回到前面的指法来 也就是呃 十指呢 在七品啊 这两个中指呢 和无名指呢 回到八品的位置来 哈 接着第四拍啊 啊 啊 为什么回到前面的位置呢 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拍啊 啊 一二弦上又出现了这个八的数字啊 好 这个地方 对于左手这个虚实之间的转换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考验的哈 因为我们看到第四拍 下 后面是一个休止符啊 下 所以说你需要将你左手稍微松一点点啊 大家可以听到这个音立马就断了啊 接着 松掉你的无名指 再将横按和中指都按回去 再做一个 上扫 接着 再有一个休止符 再将你的左手呢 啊 稍微的松一点啊 也就是第四拍弹出来是这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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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组音之间 它们的给人感觉都是非常独立的哈 跟前后没有一定的连接哈 就是突然出现突然停止的感觉哈 好 我把第八小节连起来 弹给大家听一下 弹出来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好接着来看到第九小节 啊 这个地方横按的位置哈 其实啊 他 虽然说我们在第八小节最后看到 后面几乎没有用到大横按的这个位置了哈 但是呢 啊 我还建议你将左手势值保留 一个是我之前说的啊 呃 对其他琴弦做一个之音 另外一个 也是为了后面执法的一个方面来进行考虑的啊 跟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第九小节 一 五弦上出现的都是五的数字 而二 四弦上出现的是七 七的数字 那么那么好 这个时候啊 如果说一弦和五弦用分别用中指和十指来按 那么四弦和二弦分别用五命指和小指来按 这样的方式显然也是不太合理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五品音啊 还是需要通过横按来解决哈 那么好 接着再将你的小指按住二弦七品 五命指在四弦的七品 那么这个地方需要注意的是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普子中的三弦和六弦上是并没有出现数字的 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你将这两个音都弹出来的话 突然出现这个三弦五品的音呢 其实哈 虽然说它还是一个和弦啊 在这样一个执法下啊 但是呢 它改直接改变了这样一个和弦的这个色彩啊 从一个比较呃向上积极的这种感觉 其实突然就变成一种很阴郁的感觉哈 这样是不对的 因此啊如果说在你实在没有办法的前提下 你哪怕甚至让六弦发出一点点声音 但是但是一定不要让三弦发出任何声音 因此在这个地方处理的方式什么呢 第一个你的左手指并不需要完全的把所有的琴弦都按下 因为首先三弦不需要发声哈 那么另外一个二弦四弦已经有小指和无名指来按了 那么他们想不想跟实指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不对因此你只需要将你的实指紧紧的按住 一弦和五弦的五品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我将小指和无名指拿开 二弦不想三弦不想四弦不想 但是有什么关系呢跟实指没有任何关系哈 那么另外六弦你需要将你的中指呢伸出来一点 拍着你的六弦这样的话整体扫下来 你的六弦三弦都是没有响的 出现音的琴弦只有一二四五弦哈 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在左手处理上按和弦上 需要注意的一个细节哈 好那么搞定左手之后 接下来看到右手的节奏型 在第一拍前八后十六哈 下下上 好接下来第二拍slam拍下去之后拍上 好我们后面的上扫呢是一个呃 闷音的扫弦 首先第一个第一个啊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将你左手虚远助琴弦 第二个也是为了之后的呃 第二拍后半拍的指法做一个准备 你不将左手拿开的话是无法再进行改变的哈 哎这个时候大家看到当我这个slam拍下去之后的上扫呢 我其他手指都拿开了 只有我的中指哎再放在琴弦上啊 啊这样正好为我后面的指法做一个准备 为什么呢接下来看到第二拍的后半拍一弦八品和三弦五品 这个时候哎可以以你放在琴弦上的中指做一个支点 再将你的食指和小指打开啊 从原来的这样一个状态 哎将你的小指按住一弦的八品 食指按在三弦的五品上 这个时候大家听一下这两个琴弦的声音啊 哎这个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八度音啊 哎 虽然听到一弦三弦这两根琴弦他们的音高不太一样 但是他们的音名其实是一样的哈 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 二四五六琴弦上都没有出现数字 那么这个地方呢 这几根弦同样是需要用到一个左手的制音哈 哎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前面埋了一个伏笔哈 这个地方用你的中指一个手指可以完美的解决掉这个问题哈 为什么哈 呃 只用一个手指就可以 首先第一个四五六就没有问题哈 但是为什么说这个地方三弦也可以下 我明明是将我的中指整体的倒下倒放在了琴弦上哈 为什么三弦也可以下 啊这样一个 这样其实很好理解他 当你的十指按弦之后 那么你这个三弦的高度一定是要比你其他的琴弦要低的 对不对 那么因此啊你的二弦四弦都可以 他附近的琴弦都可以完美的制音 而你的三弦 哎 我会受到任何影响啊 那么接下来的一弦啊 这个直接用小指来按哈 中指指不知音都跟他没有关系啊 因为中指在他左边哈 好 接下来 下 哎 下操的同时这两个手指做一个滑音哈 中体的向你的右边也就是高把位平一 两品哈 哎 在这个地方大家滑音的时候一定不要像我刚才那样 滑错了哈 哎 准确的从前面的位置滑到后面的位置啊 小指从一弦的八品滑到一弦的十品 试试呢从一弦的啊 从三弦的五品滑到三弦的七品啊 哎 如果说呃第二排连起来的话 哎 连起来的话是这样一个感觉哈 好 接下来看到第三拍哈 这个时候 接着一个slip拍下去 这两个手指回到第二排后半拍的这个位置啊 小指回到一弦八品 十指回到三弦五品哈 接着 上 下 上 后面两个扫弦都是这个滑音的扫弦哈 拍 上 下 拍 啊 啊 接着第三拍前半拍 我们看到 哎 这两个手指再向你的左边平一一品啊 小指在一弦七品 十指在三弦的四品 接着最后一拍第四拍啊 这个时候 哎 下扫的同时将你的这两个手指呢 呃 再向你的左边一一品啊 小指来到一弦七品 十指呢在 三弦的四品啊 哎 就这样一个感觉 好 接着后面的第四拍的这个后半拍 好 我们看到 还有一个装饰音的滑音 哎 哎 那么首先前提是你需要将你的左手指的再回到这个一弦八品和三弦五品的位置啊 接着 我们在前面下扫手指打开之后 哎 直接将你的手指往上一条 哎 迅速的再向你左边 哎 滑一品啊 这个地方 确实对于左手而言的话 他的考验是比较大的啊 哎 哎 也是这样一个感觉 嗯 呃 我们在做完这个上扫之后 接下来的一个休止符啊 这个时候需要将你的 呃 左手拿开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时候左手可以暂时的啊 轻松一会儿 好 我把第九小节连起来 大家听一下 好 接着来看到第十小节 哎 看到第十小节第一拍这里的指法是不是非常的熟悉呢 他的原理和前面第九小节是一样的哈 很暗 三品啊 小指二弦五品无名指在呃 四弦的五品 那么这个地方三弦六弦 同样是不发生的哈 因此你的失指呃 主要失利的琴弦是在五弦和一弦上 而六弦交给中指去做一个制音就没有问题了哈 好 第一拍 再来一次 还是在第二拍的时候上扫你的闷音哈 另外将你的小指找到一弦的七品 十指按住三弦的四品哈 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跨度的变化哈 他并不是像前面第九小节直接在原位进行按弦哈 第九小节是这样的 哎 大家可以发现我的左手并没有一个很大幅度的移动 而来到第十小节之后 哎 是这样一个感觉啊 你需要将你左手稍微往右移动一点啊 哎 好 当我们做完这个上扫的排音之后 你的小指十指分别按住了一弦的七品和四弦的 和三弦的四品之后 下扫 哎 再做一个比较大跨度的怀音哈 好 那么这个地方除了你要在这个怀音的过程中尽量保证 让你能够呃 不滑过也不要滑不到 那么除此之外 你还要尽量保证这个八度音 它能够出得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低把位的时候按住这样一个八度音的感觉哈 它对于左手的十指和小指的跨度而言是相对比较大的 但是呢你越往高把位走 它们之间的距离哈 这样一个跨度会稍微变小一点 因此呢 也要在这样一个滑音的过程中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你两只手的这样一个相对的位置哈 从前面一个打的比较开的状态 哎 到这里 打的收的 相对来讲会稍微紧一点点 前面是这样 后面就变成这样 那么同样的 在这样一个八度音滑音的过程中 二弦四五六弦都是不需要发出声音的 还是交给你的中指来做一个制音哈 好 接下来第三拍 Slam拍下去之后 这两个手指同时向你的左边 平移两品 小指在一弦十品 那么十指在三弦的七品 接着后面两个扫弦都是没音哈 接着 在第四拍 首先是一弦八品三弦五品的音 下扫 后面休止符 再往上 一平一品 接着一个上扫 小指一弦七品 十指三弦四品哈 扫完之后还是一个休止哈 好 我把第十小节连起来弹给大家听一下 弹出来是这样一个感觉哈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一小节哈 在前面这个八度一的上扫之后 接着 直接将你的实质 找到二品 横按一到五弦的二品 接着小指按住二弦的四品 五名指在四弦的四品 同样我们看到谱子中六弦是没有发声的哈 因此这里 六弦需要用你的中指来做一个制音哈 这个地方大家看到哎 三弦上就是有出现数字 因此这个地方 三弦是需要按出实音的哈 好 接着第一拍下下上 来 后面两个扫弦都是这个呃 呃 没音的扫弦哈 哎 这样的感觉 好 接着 我们看到第二拍 从一弦 呃 从六弦的一品做一个向高把位的五尾滑一 因为第一个我们看到上方写了一个小写的G 而后面的斜线方向从左到右的趋势是一个向上的 因此啊 从低把位到高把位同样 呃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这个六弦上的数字啊 哎 他写的是七 因此肯定是从低把位到高把位 另外你从一品再往低把位走 那肯 显然也是不太合理的哈 呃 要弹就已经弹出去了哈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呃 其实实际上在做这个五尾滑音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从二品开始哈 哎 没有必要再将你的食指呢 再往低把位一个品从一品开始哈 这个从实际演奏上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另外 在弹演 在这一个音的演奏方式上呢 如果说大家仔细去看撞成和的这个圆曲的处理上 是这样的哈 哎 他是用拇指 直接拨弦的方式 还拨六弦 那么大家如果在看我的演示 以及刚才这个这个A段的演示中哈 我个人而言的话 并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啊 我是直接 用一个类似扫弦的方式 去扫到这一根弦 来做这样一个五尾滑音 因为从我个人的这个演奏习惯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前面突然从一个扫弦 切换到一个拨弦的方式 可能我个人不是特别的习惯 呃 所以说我用 这样一个方式 其实从实际的这个 听感上来讲的话 他们之间 这样 和 几乎 没有太大的区别 同样 呃 在改变了这样一个演奏方式之后 也会让我的演奏 也会让我自己弹起来 会更加的舒服一点 因此 我用的是这样一个方式啊 大家可以呃 在这样一个方式的话 之间去自由的选择 都是没有问题啊 好接着 实际最终来到七品啊 这个时候 来到七品之后 直接一个大盘按住七品 这是将你的中指按住 三弦的八品 无名指呢 在五弦的九品啊 一个下扫 哎 好接着第三拍 保持这样一个制法 下 上 拍 上 哎 这样一个 slime拍下去的时候 还是扫 上扫这个门音 因此 在你slime拍下去的时候 左手就可以 哎 松开一点 虚掩在琴弦上了哈 因此后面就可以扫到 这样一个门音的扫行啊 第二次拍 下 上 哎 还是第一个下 哎 下扫加打板 同时扫出十音啊 那么后面的 两个扫弦 都是这个门音的扫弦啊 好 我把第十一小节 拧下来 看给大家听一下哈 好接着再来看到第十二小节 哎 在弹完第十一小节之后 我们再来看到第十二小节 其实这里的执法 大家觉得是不是非常的相似哈 其实通过十一小节 来转弯到十二小节的时候 你只需要将你的左手整体的 哎 往下一一根琴弦 中指来按住二弦的八品 弧名指下来按住四弦的九品 而同样的十指下来一点点 哎 只需要横按住一到五弦就可以了 六弦 哎 还是把它放空哈 另外 这个十二小节 除了第一拍前半拍 我们看到这里多了一个 翻格式的下扫之外 它其实是和前面我们在 第八小节里 谈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哈 好 因此这里我连起来 直接连起来 慢速的给大家演示一遍哈 好接着再来看到第十三小节 横按来到前面的五品哈 小指按住二弦七品 无名指按住四弦的七品哈 这个地方的执法还是非常的熟悉的 同样注意三弦六弦 是不需要发声的哈 大家听一下 这两个精神声音哈 好 接着低拍下 下 上 再维斯 还是在这个闷音的这个过程中 哎 转换你的指法 小指来按住一弦的八品 十指在三弦的五品啊 好 接着来到第二拍的时候 直接顺着这个扫弦啊 上扫 这两个手指 同时的像 你的高把位 滑两品哈 最终小指滑到了一弦的十品 十指滑到了三弦的七品哈 接着滑到这个平位之后 再一个上扫 扫的是门音哈 也就是在我们 上扫门音的时候 再将你的手指呢 再向你的高把位 一两品哈 小指就 来到了一弦的十二品 十指在三弦的九品哈 好 我把前两拍连起来哈 是这样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扫最后扫完这个下扫之后 看到后面还是一个休止符哈 只需要将你的左手呢 稍稍微松开一点点就可以啊 这个旋律自然而然的就断掉了哈 好 接着来看到第三拍哈 嗯 下 上 这个肉 前面的下扫是门音哈 后面的上扫的时候 将你的左手再向高把位 平一两品哈 小指就来到一弦十四品 十指在三弦的十一品哈 好 就是后面一个休止符哈 來 休止符完了之后 还是一个上扫哈 再到这个最后一拍的时候 小指一弦十五品 十指呢 三弦十二品 啊 前八或是六个节奏 大 大 啊 这个时候其实是把第三拍和第四拍 连起来给大家听一下的话 可能会觉得这个旋律上来讲的话 会舒服一点啊 因为在刚才的弹奏中 其实从听感上来讲 如果把这个第三拍和第四拍 这样拆分看来看的话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舒服啊 好 再来一次 哎 这样连起来的话是这样一个感觉哈 那么最后 我再把第十三小节整体的 连起来弹给大家听一下啊 弹出来是这样一个感觉哈 等到我们弹到第十三小节后面的内容的时候 几乎都是听到这样一个呃八度音的感觉 因此这里对于哎你左手的这个指法 这个力度而言的话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 因为其实对我们琴来讲的话 越往高把位走他的弦距相对来讲 会越来越的呃 会越来越升高一点点 因此这个地方的力量啊 是一定要按足 一定不要呃不把这个 如果说这个琴弦没有按的特别实的话 那么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声音哈 好接着来看到第十四小节 这个时候十指回到三平的横按 呃小指二弦五平 五平指四弦五平 同样的三弦六弦还是不发声哈 这是第一拍 第二拍也是一样的 拍上下 在最后下扫的时候 再把左手按回去 好接着第三拍 三拍下去 切换指法 小指按住一弦的六平 十指在三弦三平 接着一个上扫 哎 这两个手指同时的像你的高把位滑 两平哈 小指滑到一弦八平 十指滑到三弦的五平哈 其实如果说大家单独来听这一个滑音的话 可能会觉得这一个地方好像有一点问题 是不是 他的旋律突然间有一点 跟前面不搭的感觉对不对 因为这里突然出现了一个 哎 这样一个在之前啊 怎么讲 其实对于这个旋律来讲 突然多了一个半音的这样一个旋律哈 但是等我把它讲完最后连起来的时候 大家可能再放到整体来听的话 确实他这里是没有问题了哈 接着滑到这样一个平位之后 再一个上扫啊 扫上是没音啊 接着最后第四拍 呃 这两个手指同时的向左边平一平 小指在一弦七平 十指在三弦四平 下 上 最后一个上扫 小指一弦五平 十指在三弦的二平哈 这个地方对于两这两个手指来说的话 他们的这个在这首曲子中跨度是相对来讲 是最大的一个地方啊 因为越往低把我一走 品格的宽度会越来越宽哈 好这个时候我再来把第14小节整体的连起来弹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在大家再来判断一下 哎 那个第三拍呃 那个突然多了一个半音的那个旋律 是不是呃 在整体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好多了哈 是这样一个感觉 如果说大家还是不太确定的话哈 你其实是可以看一下这个任何的这个不管是MVR 还是他的这个现场的一些视频 如果说能够清晰的看到左手的话 这个地方确实是从这个一弦六平和三弦三品的位置滑到后面去的哈 啊 当然如果说再快一点 是不是就更加的这个好听了一点点哈 好最后再来看到第15小节 这里和前面的第11小节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哈 红暗来到二品之后 哎 还是这样一个知法哈 好那么我们谈完第15小节之后 可以在他的这个后面看到有个标记哈 2 coda1的标记哈 呃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仅仅是才谈到了第一遍 这个时候可以无视掉这个2coda1的标记 为什么 对吗 因为我们在第二小节的时候 其实已经看到一个seneal的标记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seneal的事情还没有做完 也就是并没有看到这个ds 也就是delseneal的标记之前 看到的所有这个coda2coda 你都可以无视掉 等到我们做完这个seneal的跳转之后 再来第二遍弹奏的时候 再来考虑到这个coda2coda的跳转就没有问题了哈 好这个就是曲子的一段 第8小节到第15小节的讲解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b短 第16小节到第23小节 还是先来看演示 好我们先来看到第16小节 在上一小节中 这个第15小节我们最后执法是这样的 大家记彼的 这样一个大横暗的状态 中指在38平 我们指在59平 其实这个地方从15小节来跳转呢 第16小节的时候 它其实和我们在之前A段中 从第11小节到第12小节的 这个衔接的这个节奏速度是一样的 再弹给大家听一下 还是这样子 这些衔接过来 另外再说到这个B段 其实和我们之前刚才所讲到这个A段 它们从旋律上来说 它有非常大的这个相似的程度 仅仅在其中几个小节中 它的这个音或者是指法有些改变 但是它其他的有 几个其他部分的内容呢 还是和A段啊 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看 看到第16小节 还是在最后15小节 我们谈完这样一个指法之后 来整体的再向下方移动一个琴弦 最终你的横暗是一到五弦的七平 中指在二弦的八平 五弦指在四弦的九平 还是第一拍弗拉门哥士的下扫 下下上 好第二拍 这里就出现了一点变化 拍上 首先Slam拍下去 这个手续演出你的琴弦 左手稍微松一点 接着上扫 慢音啊 后面后半拍的时候 左手再按回去 下扫 这个地方 二弦八平到十平的一个基弦 这个地方只能用小指来做 多了 同样 在这个地方的话 由于我们右手使用的是扫弦 让琴弦的整体声音变得比较大 因此在这个地方 你的小指基弦的力度 可以适当的提高一点点 能够让人清楚的听到这样一个 基弦的声音 这样一个旋律上的改变 再来一次 好接着来到第三拍 松掉你的小指 其他手指还是保持不动 拍 上 下 上 最后一拍 下 下 还是后半拍的时候 扫的都是门音 好我把第十六小节领起来 给大家听一下 好接着再来看到第十七小节 这地方同样来到五品 小指二弦七品 五名指在四弦七品 注意还是三弦六弦 不发出声音 另外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这里的第十七小节和第十六小节 除了执法上有所改变之外 以及把前面的这个基弦 技巧换成了这个 呃 第二拍的这个环音技巧之外 他们的节奏啊 以及在左手需要按时 或者说虚掩住琴弦上的位置 都是一模一样的 没有任何改变哈 好按住这个执法之后 第一拍下下上 下下下 接着第二拍拍上 这个地方对于小指的这个考验 相对来讲其实比前面十六小节 会更大一点 因为这个地方直接从二弦七品 要做一个滑音 直接滑到八品 其实如果说当你在最最初 开始练习这首曲子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想要按好 这样一个执法 其实本身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将你的小指呢 再向你的右边做一品的滑音 这样对于其他的手指来说的话 如果说在没有按 呃 把这个执法按熟练之前 对于其他手指来说的话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哈 有可能会影响到你的横按 或者说你无名指的这个按弦 因此大家 还是如果最开始所说 在呃 讲的过程中 呃 反复为大家重复多次的这个 说还是练习的时候 稍微慢一点啊 好 下下上 开上 下上 再来做怀音 哎 你要能够很清楚的听到这样一个旋律音的改变哈 再来一次 好 接着来到第三拍 Slam拍下去 小指回到七品哈 从前面的呃 二线八品回到七品 拍 上 下 弹法和前面十六小节都是一样的哈 做main的位置也是和前面是一样的哈 第四拍 下 下 好 我把第十七小节连起来 给大家听一下 好接着再来看到第十八小节 回到三品 小指无名指也顺着呃 左 十指的平移 也向第八位平移两品哈 最终小指一二弦的三品啊 二弦五品 无名指的四弦的五品啊 横按三品 回到三弦六弦 哎 还是不发声哈 好接着来看到第一拍 下 下 上 哎 好 首先第一拍是这样的 下 下 上 前八号是六节奏 再来一次 好接着上扫完之后 再做一个滑音哈 小指 小指和十指同时向你的高位平滑两品哈 小指最终滑到一弦八品 十指滑到三弦的五品哈 好滑到这个位置之后 再松你的手指哈 再做一个呃上扫的门音哈 后面的下扫 后面的下扫 小指来到一弦七品 十指在三弦四品哈 好 我把前两拍先连起来给大家听一下 后面的休止符松左手就可以了 但这个地方的松左手并不是说大家把左手离开哈 还是续演在琴弦上 因为我们后面看到第三拍的时候 还是这样一个八度音哈 只不过来到一弦五品和三弦的二品哈 下 下 上 哎 就在呃 这个 后面的上扫的时候 再来把琴弦二十 其他的三个扫弦呢 都是 闷音的扫弦哈 再来一次 接着第四拍 回到第一拍的执法 下 下 上 好 我把第十八小节连起来 弹给大家听一下 好 接着再来看到第十九小节 回来到二品哈 呃 小指无名止分别还是在二弦和四弦的四品上 六弦 左至音哈 下 下 上 哎 这个也是在前面有弹过很多次的哈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第二十小节哈 其实从这里 这一开始的第二十小节到第二十三小节呢 这四个小节内容和前面A段我们已经学过的第十二小节到第十五小节的那四个小节内容呢 哎 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改变哈 是完全一样的没有任何改变哈 好我们一个个来看看到第二十小节哈 在前面 还是总体的下来 第一拍 这个富安门哥市的下扫哈 好接着第二十一小节 哎 大家看到在最后做这两个may的扫节的时候 我左手是在往我的第一把位走 因为接下来看到第二十二小节 横暗来到了第三屏哈 哎 还是这样 有一个半音乐的旋律在里面哈 好 接下来第二十三小节 横暗来到了二屏哈 小指无名指上 是分别在二弦和四弦的四屏上哈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B段 第十六小节到第二十三小节的讲解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C段 第二十四小节到第三十一小节 还是先来看一试 好 在正式讲这个C段之前啊 呃 大家不管是看我刚才的演示啊 还是说看他的这个圆 听他的圆曲的话 都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地方对我们左手的压力会相对小一点 但是啊 呃 其实这里的但是并不是说这里还有其他的坑哈 只不过说如果大家去更加的仔细去听这一段的话 呃 并不是代表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放松警惕了哈 因为其实这地方还有更大的一个宝藏去等着我们 在具体是哪一个位置等到讲到的时候 我来给大家分享哈 好来看到第二十四小节 呃 我们在前面谈完这个地方之后 哎 直接呃 左手来到第八位 这就是一个EM和弦的指法哈 中指无名指分别在五弦和四弦的二屏上 下下上 哎 第一拍 好 我要说的宝藏就在第二拍这里 哈 我们看到 呃 浦子中六弦上是出现了带有小红线的叉 也就是这里 需要做呃 右手拇指的支音对不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叉的上方还有其他的数字 也就是此时我们按照的和弦的指法 以及 哎 肤感的上方还有一个向上的箭头 那么熟悉这首和曲子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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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熟悉哈 呃什么呢 这个是正中和在他的演奏中会经常用到的一种技巧哈 也就是在你拇指支音的同时 比如是拇指敲弦的同时 呃 你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向下弹开扫道行前哈 就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这个好像什么呢 我们在去学压尾的曲子的时候 你一定一定要学习他的AM技巧的曲子啊 以及PM技巧的曲子啊 这就是相当于可以说哈 在正中和在很多的曲子中会大量弄到的一个技巧 可以算是他的半个代表性的技巧之一吧 右手拇指在敲弦的同时 这个地方其实就需要将你的右手中指和无名指啊 刻意的去弹开扫道琴弦哈 你做的夸张一点是这样哈 其实从理论上来讲 你可以同时听到三种感觉哈 一种是这样一个感觉 另外一种是指甲这样啊 弹过琴弦的感觉 再第三个就是琴弦他原本的实音了哈 好那么保持这样一个EM和弦的指法之后 扫出来是这样一个感觉 同时大家注意 这里谱子中在高音琴弦上并没有出现数字 因此我们这里主要扫的就是 第一部分啊 当然偶尔带到四弦呢 或者三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正好当你的前面这个第二拍前半拍 拇指做完追音之后 不需要着急拿开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六弦空弦音哈 好再另外一个这个六弦空弦音哈 第二拍的后半拍 如果说你去仔细听他的圆曲啊 或者说看他的现场的话 这个地方他都是 稍微往外弹一点 让这个低呢更加的有力量感 更加有爆发力一点啊 而不是正常的这样往下拨 其实在你这样一个扫弦的这个大环境中啊 如果说你想让这个原本很低的音 很凸出来的话 啊用正常的方式去拨弦的话 其实他的存在感会比较弱一点 因此呢 用这样一个方式 会让这个 曲子整体听起来 会更加的有力量感一点哈 方法就是什么呢 当你这样一个制音完之后 大家看一下我转动一下我的手 再往外一拨啊 让你的琴弦呢 实际上这样一个感觉是 琴弦打到你的品丝上 或者说纸板上 出来一个声音啊 有这种撞击感的同时 也有他的实音啊 好接着 三弦 第二弦的空弦啊 好接着第四拍 还是 在右手 敲弦至音的同时 这两个手指去扫你的高音琴弦啊 这是他的节奏啊 如果说放慢来看的话 这四个音都是非常均匀的 在你弹到第三拍的时候 你可以将你的中指和无名指放开了 因此后面的这个滑音哈 你可以用小指用无名指都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但是不建议用你的实指 中指偶尔也可以 因为之后的指法 我们需要将中指按回到一弦的二品牌 好 我先把第24小节连起来 让大家听一下 好接着再来看到第25小节 那么以我个人的习惯 大家看到我刚才在最后的一个滑音 是用小指滑到了一弦的三品 那么接下来第25小节的指法 非常简单哈 大家不要看到这里 一个一弦二品 偶尔再有一个二弦三品 这里其实哈 他前两排的指法 就是一个低和弦的指法哈 也就是 中指按住一弦二品 无名指三二弦三品 以及实时在三弦二品 好这个手一二四弦一起拨 好 大家听听刚才的节奏是这样的哈 第一拍它是前部点的节奏哈 再来一次 好接着第三拍 拨完三弦之后 在二弦三弦一起拨哈 这里第四拍的前半拍哈 虽然说我们看到这个第四拍 它这个前半拍和后半拍 是分了两个声部 一个是在低音声部 浮感在下 对不对 一个是在高音声部 浮感在上 同时我们看到第一拍的前半拍 它表示出来的这个节奏 好像是一个后弦点的节奏 就是打打 但是如果说把它和后面的这个音 连起来看的话 它实际上这四组音弹出来的感觉 还是一个相对均匀的这个16分音符的感觉 只不过它在这里表示的意思是什么呢 虽然说你弹按照这个 16分音符的节奏去弹 但是你这个四弦空弦的音 你需要让它延续下去 不要说因为弹到后面 这个二弦一品音的时候 这个音随着这个四弦空弦的音 就跟着这个16分音符的节奏一起 就断掉了 这样是不正确的 节奏你可以理解为四个16分音符的节奏 但是音是要根据它原本在谱子中 这个浮感所表达的这个实质 所弹出来 让它延续下去 好我把第25小节联系来 让大家听一下 好 接着再来看到第26小节 这第26小节 执法也是非常简单 其实就是一个C大七和弦的执法 我们只要按住五弦三品中指在四弦的二品 好这个时候 第一拍二三五弦一起拨 前两拍我已经看完了 这里基本上拨的都是注视和弦 好接着后两拍 一五下上 这个地方弹起来相对简单一点 只不过在这个地方下扫 我为了我演奏上的一个习惯考虑的话 我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方式 第27小节 这个时候小指按住二弦四品 实质在五弦的二品 二弦五弦同时拨 还是我们发现 我们这个时候弹的前几个小节 他们的前两拍的节奏都是非常相似的 第一拍都是前腹点 第二拍都是正常的两个八分音符的感觉 因此弹出来是这样的感觉 好当我们第二拍 右手拇指敲弦至音下跃之后 你的实质呢 从前面按住五弦二品的状态呢 第一个你可以直接倒下来 按住一弦二品 但是从我个人讲的话 我觉得直接弹起来 切换到大合按的方式 我会觉得更加的舒服一点点 这两个方式大家可以自由的去选择 一个是 直接实质下来按住一弦 或者是 像我这样换成大合按的状态 好接着 直接用你的小指 从一弦三米滑到五平 滑到一弦五平之后 这个 我们看到这里第二个这个右手 消弦之音 其实它是属于第四拍的这个内容 同时把这个 技巧和后面的三组音连起来 它同样还是四个十六分音符的节奏 因此 这个地方你的从三平到二平的滑音呢 可以直接用实质来做 四个音或者四组感觉 四组这个弹出来的感觉都是非常均匀的 好我把第二十七小节连起来弹给大家听一下 好接着来看到第二十八小节 在前面我们最后用实质按住了这个一弦三平之后 那么接着我们看到第二十八小节第一拍二弦三平 那么这个时候直接用中指来按住二弦三平就可以了 好弹到第一拍后半拍的时候我们看到 这里拨的是一弦和二弦的空弦 那么我们弹到第一拍后半拍的时候 其实左手就已经可以放开了 后面拨的都是空弦 再来一次 好接着一个滑音 从三平一弦三平滑到七平这个地方 我相对来说推荐大家用无名指或者是小指来做 中指和实指就不是特别推荐了 因为后面还有一个滑音是从 五平滑到三平这个地方还是 这个地方的滑音只能用实指来滑 如果说你在前面用中指的话 这个地方的跨度可能会让你觉得不太舒服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左手的执法的这个安排 的这个合理性来说的话 很大一部分程度上可能都是 当你需要做出这个改变的时候 你需要在前一个执法中的 让前一个执法中的手指呢 给你做一个参照点 让你的左手呢能够更加准确的找到你的琴弦 找到你的品 因此呢如果说 如果说直接在前面用中指滑到一弦七平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以中指作为支点 你的实指很有可能会打开的这个跨度不太够 有可能会按到六平上去 因此这个后面的滑音 我个人会习惯用小指 当然这里可能更好的一点的方式会是无名指 因为无名指相对小指而言的话 它的力量啊 以及这个耐力上来讲会更好一点啊 同样的还是这个敲弦三弦弓弦 以及最后一弦五平到三品的这个滑音 它们连起来节奏还是16分音符的节奏啊 4个16分音符 好我把第28小节最后再连起来 讲给大家听一下 好接着再来看到第29小节 我们在最后第28小节滑到一弦三品之后 直接将你的实指再平一一品 按主一弦的二品 接着将你的中指按主二弦的三品 无名指载四弦的四品 好前半拍 再来一次 拨完一弦四弦之后再来拨三弦 接着第二拍 在敲弦的同时 敲弦支音的同时 下打 其实说到这个地方 有时候 你这个在使用这样一个技巧的时候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去进行选择 什么呢 意思就是 你不必在每一次的手指下打中 都绝对的要用到中指和无名指 这两个手指 比如说在我刚才这样一个弹奏中啊 因为它是这个扫弦的 需要扫出的这个范围和区域比较小 那么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必要用到两个手指一起去做 因此我只在这个地方我只用的话我的中指 好接下来第三拍 一弦三弦 后面的一弦和二弦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它同时出现的是三平音 那么这个地方直接将你的食指呢 从一弦到二平 平移到一弦三平来 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直发了 接着第四拍 来 敲下去之后 三弦一弦的空弦 好我把第二十九小节连起来弹给大家听一下 好接着再来看到第三十小节 这个一弦空弦音 延续到三十小节之后 还是弧名指回到五弦的五品 中指在四弦的二平 五四三 弹到第二拍后半拍的时候 再将你的小指按在二弦的三平上 后面第三拍的后半拍 拨一弦和二弦 在前三拍的时候 左手的指法都整体的保持不变 好接着第四拍 敲弦均音同时 这两个手指下打 下下上 大家注意在最后一个上扫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二三弦上 出现的数字都是空弦 这个时候你直接将你左手整体的放开就可以了 为后面的指法做准备 好我把第二十九小节和第三十小节连起来 谈给大家听一下 大家看到我谈完第三十小节之后 以左手已经做好准备了 接下来看到第三十一小节 这里指法非常熟悉 二弦四品和五弦的二品 再来一次 好 延音延到第三拍之后 小指 从一弦的三品滑到五品 好这里来了 最后的一拍 第四拍 前面两个两组音没有什么问题 先是右手拇指之音 三是一个三弦空弦 同样 这里节奏还是四个十六分音符的节奏 但是这里说到 这里最后三一弦三品到二品的这个滑音 大家一定一定不要用到你的十指来做这个滑音 为什么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接下来后面的一段 第三十二小节 我们看看第一拍 它的指法是这样的 你需要用你的十指按住二弦的一品 中指在四弦的二品 如果说你在前面 同样它这里正因为是十六分音符 所以说它连接到后面的小节的这个指法 以及音会比较快 如果说你是用你的十指 来做这个滑音的话 你很有很有可能会 没有时间来将你的十指 移上来做这个指法 因此在这个地方的滑音 大家 建议大家 用你的无名指来做这个滑音 这样在这个地方的指法安排 相对来讲 是最科学最合理的一种方式 好 最后我把第三十一小节连起来 让大家听一下 这个就是 最后我带了一点三十二小节第一拍的这个扫弦的内容 为了能够让大家理解的更清楚一点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C段 第二十四小节到第三十一小节的讲解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D段 第三十二小节到第三十九小节 还是先来拍影视 我们来看到第三十二小节 我们来看到第三十二小节 好 我们来看到第三十二小节 在前一段C段的讲解中最后一个小节 我给大家讲的是 用无名指做滑音 从一弦的三品 滑到一弦的二品 滑到二品之后 直接再将你的手指 转换到这样一个指法上 再来一次 这样衔接起来的话 会非常的舒服 那么这个地方 来到三十二小节的时候 实时按住一弦的二二弦的一品 无名指载四弦的二品 这个时候 弗拉门格式的下扫 来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点的是 我们看到否则中六弦上 是没有数字的 这是一个AM7和弦 因此六弦不要让它发声了 所以说你在从前面一个小节 转换到第三十二小节的时候 不光是要注意一个滑音的 这样一个衔接到这里 指法的这个方法 还有要注意的是 你需要将你的五指 来稍微伸出来一点 碰到你的六弦 不要让它发声了 如果六弦发出声音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 和弦的声音听起来 就会比较怪了 下扫完之后 把最后一个音 用你的小指来按 再来一次 五四一二 也就是说我们在最后一个 一弦三品音之前 左手的指法都不需要做出改变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这里的节奏了 我把第三十二小节连起来 慢一点 大家听一下 大家仔细听一下这里的节奏 接下来看到第三十三小节 这里回到D和弦的指法 一三四弦一起播 虽然这个时候看到 虽然第一拍它的节奏 是前副点的节奏 但是这里三弦二品音 它有一个延音 因此没必要让它后面一个音 断得很快 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听到弹出来感觉 这三组音是非常非常均匀的 好 接下来到第三拍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弦 二弦三品音 但是后面还有一个什么呢 三弦二品音 以及二弦一品 勾到空弦的这样一个音 因此在这个地方 谈到第三拍的时候 你的指法就要做出一定的改变了 无名指保留在二弦三品上 这个时候用你的中指上来 按住三弦二品 因为这个时候 只有当你的中指上来之后 你前面的一弦 二弦一品的勾弦 你才有手指 也就是这个时候的十指来做 好 再慢一点 后面两拍的节奏是这样的 三 二 三 多弦 最后再来拨三弦 这个地方中指始终保留在琴弦上 其实在什么时候呢 在你弹这个四弦空弦音的时候 你就可以左手指法进行改变 好 再来一次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十四小节 这个时候我们在最后的这个 三十三小节谈完之后 最后是将 你的中指是应该在三弦的二品上 那么这个时候 以你的中指作为支点 五米指上来按住六弦的三品 接着中指上来按住一弦的二品 十指再三弦的二品 这个指法相对来说可能会不太舒服 但是这里是唯一的指法 好 接着第一拍 六弦 二弦拨完之后 再拨三弦 再接着做这个 拨指的这个 这个敲弦之音 好 这里需要说到一点的是 我们看到 第三十四小节的第一拍 这个旋律音 其实是在左手上 需要进行一个 制音的这个 断点的处理 什么呢 我们看到第一拍的 这个后半拍 这个三弦二品的音 它是一个十六分音符 因此它的这个旋律啊 需要在你右手 做敲弦之音的时候 就断掉了 也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左手手指稍微松一点点 当然这个地方 无名指是不要松的 你需要松的 就是你的食指和中指 接着右手 超弦之音完之后 再六三二一 四根前前一起拨 接着拨三弦二品 这个时候 当你拨三弦二品音的时候 无名指就下来 准备做后面第四拍 一弦二品到三品的机弦 它是这样的 尤其由于第四拍 它是一个切分音的节奏 大打 因此你需要很快的 接到后面的第35小节 那么首先我先把第34小节 加上第35小节的第一个音 先连起来 弹给大家听一下 是这样一个节奏 这样一个感觉 同时大家别忘了 在第34小节 这个第一拍到第二拍 这个的时候 旋律一定要做一个制音 好 接下来看到第35小节 红名指按住五弦的三品 中指在四弦二品 五四三这样一个节奏 后面的我们看到二弦空弦到一品的机弦 用十指来做 后面的二弦三品 用小指来按 接着来到第三麦的后半拍 再用十指做一个勾弦 勾出二弦的空弦音 后面一组音 三弦和四弦的五品 这里呢 其实更推荐大家的指法是这样的 你的中指直接从前面的四弦二品平移到四弦五品来 用无名指按住三弦的五品 这是正成和本人的这个指法 也是我更推荐大家的指法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我自己的并不是这么按的 我在这个地方 我更习惯用十指来按住四弦五品 中指按住三弦的五品 但是在我考虑 仔细考虑之后 我觉得可能还是这样的指法 从左手的这个前后指法的点贯性来说 这样可能会更加的好一点点 也就是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十六小节 这两个手指来了五品之后 顺着这个演音 同样的 在这个第一拍的后半拍 我们看到 它还是一个十六分音符的感觉 因此它要像前面三十四小节那样 旋律也要做一个制音 大家有没有听到 首先第一个 你三弦的这个旋律音 可以通过松掉你的无名指来实现 那么接下来的一弦和二弦呢 其实你在这个地方 拇指敲弦之音同时 你可以直接将这三个手指 一起放到这个下面的一二三弦上 这样可以完成 这个一二三弦旋律一起制音 右手敲弦之音完成之后 五三二一四根弦弦一起拨 好 接着 三弦拨完之后 敲弦之音 再拨一遍三弦 后面只能用你的小指来做滑音了 从一弦的五品滑到一弦的七品 是这样一个感觉 好 我连起来再来一次 第三十六小节 好 接着再来看到第三十七小节 小指滑到一弦七品之后 这个时候以小指为支点 持指下来横按主一二三弦的五品 再可以将小指放开 好 接着我们看到 一弦四弦一起拨 三 四 好 再来一次 这是前三个音 好 接着来从一弦七品开始 这个地方的选择 可以用小指 也可以用五名指 都没有问题 节奏是这样的 需要用从一弦七品滑到一弦八品 那么最后 这个一弦的七品音 我推荐大家用十指来按 为什么 等会在接下来第三十八小节中 会给大家解释到 好 接着我把第三十七小节连起来 好 顺着这个弦音 我们看到第三十八小节 拨完这个六弦空弦之后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些 连续的这些音 包括从第一个勾弦技巧 开始接下来这些小节之后的所有音 他们节奏都是一样的 连续的十六分音符的节奏 好 我们用十指按住 这个一弦七品之后 接着我们看到 这里有二弦八品的音 但这里我不推荐大家用中指来按 而是用五名指来按 这个一弦八品 为什么 好 这个时候大家先可以不用看谱 看我的左手 这里这个小节一共出现了四个 四组的勾弦 一个是在这里 这里 第三个 那么前三组勾弦 我推荐大家 十指按一弦 无名指来按 主二弦 为什么 因为在第二个和第三组勾弦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的之间的跨度中间 都是隔了一个屏位 如果说你用中指来按的话 根据前面的这个执法的方便的程度来说的话 可能会下意识的选择用中指来按 但是当你来到第二组和第三组勾弦的时候 你会觉得其实这样的执法并不是特别舒服 但是如果说你在第一组勾弦的时候 直接用无名指来按的话 你会觉得这样来按 其实也不是特别难受 反而到第二组第三组勾弦的时候 会更加的舒服 那么再来解释到为什么说 这个一弦要用十指来按 我们最后 在前一小节中是这样的 滑到七 滑到八品之后 那么这样一个执法 如果说你在这个地方 还是选择最舒服的方式的话 可能会用无名指来按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 二弦八品一 你就只能用小指来按 接下来的勾弦简直就是一个恶梦 所以说 首先无名指被排除了 那么中指可能还好一点点 如果说 在最后一弦七品的音 你换到中指来按的话 那么第一个 那么这里的二弦音 你可以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无名指 一个是小指 那么根据我之前所讲的 无名指肯定也是被排除了 因为第二组第三组 同样是非常难受的 那么另外一个选择 又回到了小指 那么恶梦同样来临 还是不舒服 因此 在这个地方 一弦还是用十指来按 那么二弦用无名指按 好 结束完了这个之后 六弦空弦拨完之后 一弦二弦一起拨 再用你的十指勾 一弦空弦 第一拍它是前八后十六的节奏 好 接着 紧接着来拨三弦空弦 拨三弦空弦的同时 无名指平移到二弦的七品 再将你的十指按回到一弦的五品 再拨一弦二弦 再拨一弦空弦音 好 接着再拨一遍 三弦的空弦 无名指平移到二弦的五品 十指按住 一弦的三品 再拨一弦二弦 再拨一弦空弦音 好 这个时候 来到第三拍后半拍的时候 这个拨三弦空弦音的时候 你的左手可以整体的拿起来 切换指法 这个时候一弦二品用十指来按 二弦三品可以用中指来按 因为接下来的勾弦 就不需要特别强到 用无名指来按二弦来按 好 这个银音来到第四拍的时候 再拨三弦空弦 最后一弦二弦一起拨 勾两根弦的空弦 十指和中指一起勾 勾出一弦和二弦的空弦音 那么好 我把第三十八小琴 慢速一点 先弹给大家听一下 弹出来是这样一个感觉 好 那么最后把第三十七小节和第三十八小节 整体的连起来弹给大家听一下 大家仔细 这样盼 这个听一下 就是当你的前面这个 节奏比较舒缓的时候 突然切换到这样一个 节奏比较这个紧张的时候 他们之间这个速度差 这种感觉是怎么样的 即便是在我整体弹的都比较慢的前提下 大家可以听到 这个第三十八小节的相对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同时 为了避免让你的一弦在勾弦的过程中 因为十指可能力量太大的缘故 打到无名指指负上 那么因此你的无名指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尽量的垂直立起来 这样垂直直板的角度立起来 这样的话能够很大程度上 避免让你的一弦打到无名指上 好 接着来看到第三十九小节 这个一弦二弦空弦勾完之后 接着又马上接一个六弦空弦音 这是第三十九小节的第一个音 为什么 还是因为第三十八小节最后这个勾弦 它同样是十六分音符的节奏 所以说你要很快速连续到 这个后面的内容 好 播完这个六弦空弦音之后 从接下来的二弦五品泛音开始 一直到这个第三拍弹完 其实大家不要看到 谱子中这里的浮感 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好像特别的乱 对不对 一会儿再上 一会儿再下 一会儿是前副点 一会儿是前半后十六 一会儿是切分音的节奏 但事实上从这里开始 第一个二弦五品的泛音开始 接下来到第三拍弹完 所有的音 它们之间弹出来的节奏 是非常非常均匀的 都是十六分音符的感觉 那么好 首先这里的五品泛音 你可以直接将你的左手 一直保持在五品的泛音点上 当然六弦把它空出来 你可以直接将你的左手 稍微拿上来一点点 不碰到六弦 把六弦空出来 或者像我这样 虽然说从视觉上来看的话 可能盖住了六弦 但是我其实 并没有让我的指尖 也就是指头靠上的部分 碰到我的六弦 六弦一样是可以弹出泛音来的 你们看到这里六弦要拨 四弦要拨 二弦要拨 一弦要拨 看上去好像 这些弦都要拨的感觉 对不对 右手怎么样来进行个合理的安排呢 因此这里四弦的泛音 也就是这里四弦通通交给食指来拨 拨指只拨六弦 食指只拨四弦 那么好 接下来的 我们看到 有时候要拨一弦 有时候要拨二弦 除去最后一个 一弦二弦一起拨的五品泛音之外 我们看到 二弦泛音和一弦泛音 都是交替出现的 那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规律 六四二六四一 六四二六四一 这样一个方式 找到这个规律之后 对右手的弹法来讲 就会更加简单了 从哪开始呢 我们先把这个 第一个二弦五品泛音弹完之后 好 接下来从第二个六弦空弦开始 就是我说的刚才这样的规律 什么呢 六四一 是不是 好 再从第三个六弦空弦开始 六四二 对不对 好 最后一个六弦空弦 六四一二 我们这样把它进行一个分组来看的话 这个右手的弹法也就 不是特别难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再来一次 六二 六四一 六四二 六四一二 对不对 好 那么再配合着节奏 那我刚才说的 除开第一个六弦空弦音之外 接下来的 弹完第三拍 所有的音之间 它们的节奏都是非常均匀的 也就是这样的感觉 弹出来音和节奏 就是这样的感觉 好 另外 大家可以听到 在目前这样一个比较慢速的 这个弹奏中 练习中 可以听到 其实这样一个五品的范音并不是特别的亮 对不对 这里为了保证这个演奏的流畅性 所以说我们需要一直将左手保持在五品的范音点上 那么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尽量的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尽量的让你的范音弹的更亮一点点的 就是你的左手尽量不要用太大的力 或者说在可以的情况下 怎么讲 就是尽量的远离你的琴弦 但是不要真正的离开 就是能施加在琴弦上的压力越小越好 这样的话 你的范音从一定程度上来讲 可以稍微亮一点 就是一种要离开琴弦 没有离开琴弦的那种感觉 大家可能需要通过一定时间的练习才能够找到那样的感觉 其实说实话 我也不能够保证说我每次在弹奏的时候 都能以最佳的状态弹出这个范音 但是我一定是尽量的控制我的左手 不要施加太大的压力在琴弦上 这样能够尽可能的保证我的范音弹得好听 好 那么最后再来看到第四拍 我们看到一个main的上扫 这个地方的处理也是相当的自由 那么第一种方法 你可以 什么都不弹 台湾发音之后 我让这个演续完整个第四拍 直接接到后面四十小节 这个弗拉门哥是下扫 或者是什么呢 按照活动上 稍微的往上一带 这第二种方法 稍微的往上一带 再来点击下扫 或者说偶尔像正正和在演出的时候 他会这样选择 下上 做一个这种 会衔接到下一个乐段的这种 有一种 相当于阶梯的感觉吧 因此在这个地方的处理 大家可以自由地去选择 你觉得哪一种好听 就用哪一种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地段 第32小节到第39小节的讲解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异端 第40小节到第47小节 还是先来看演示 好 我们来看到第40小节 一来就是一个AM7的 这个发门歌声的下扫 那么如果说你从前一小节 第39小节连过来的时候 如果说你什么都不做 就弹完发音之后 你是要脱够一种拍 第4拍的实质 再连接到这个第40小节 好 我们做完这个 弗安门歌式的下扫之后 最后还是用小指来按住 一弦三平的音 这些内容我们在前面有弹过了 然后第41小节 换到这个D和弦的支发 还是在第二个 这个四弦空弦音的时候 中指上来按住三弦的二平 第41小节我再来一次 接着来看到第42小节 以你的中指作为支点 无名指上来按住六弦的三平 中指下去按住一弦二平 十指按住三弦的二平 好 第一拍 好 这里注意还是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它的旋律音 你是要在这个右手做支音的时候 把它断掉 像旋律有一个断点 第二个 也是我们在谱子中可以直观的看到的 这个一弦二平和二弦空弦音 打个号外面写的RX 因此 在我们第二遍弹到这个异段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第42小节的时候 那么第二遍我们和第一遍弹法就要做出不一样的改变 第一遍的话是这样的 那么第二遍的话 要加入一个一弦二平的这个旋律音 这是它唯一的区别 这也是我们能够通过听圆曲 可以非常非常明显听出来的 因此这个第一遍和第二遍的这个两个地方的 这个地方的改变 大家一定要把它弹出来 好 再拨三弦二平音的时候 就是第三拍后半拍的时候 我们就下来准备做这个第四拍 一弦三平到五平的滑音 好 由于第四拍它是一个切分音的节奏 所以说 大家看到我最后是连接到了第43小节的第一个音 也就是这里的 一个三弦 一弦三平音到一弦空弦音的这个勾弦 如果说连起来 这四个音连起来 它的节奏是这样的 应该是 前三个音切分音 再迅速的连接到第43小节的第一个音 因为这个第42小节最后一拍的这个第三个音 它是16分音 它的节奏会比较快一点 好 这个时候我们先来直接来看到第43小节 我们在做完这个勾弦之后 好 这里比较特殊一点的是 我们看到这里第一拍 第43小节第一拍 虽然出现的是双音 但是这里一弦空弦是通过勾弦得到的 而五弦三平音才是通过右手拨弦得到的 大家仔细看 这里我做的比较夸张 这里 右手拇指我只拨了五弦这一个音 而一弦空弦 大家看到我其他手指打的是非常开的 为了给大家做一个区分 空弦 一弦空弦音仅仅是通过无名指的勾弦得到的 跟右手没有任何关系 好 接下来 第二拍 三弦空弦和四弦二平 用你的十指按住四弦二平 接下来还是一样的 是这样一个节奏 接下来的从第二拍的后半拍一直到这个这小节弹完 这个是我们在之前有弹过的 我一需要注意一点的是这个第一拍到第二拍的节奏 我们在前面第一段弹的时候是这样的 他弦击的稍微快一点 但是来到这里第四十三小节的时候 他就有这个十指稍微长一点点 因为在前面第一段的时候 这两组音 它是两个八分音符的节奏 但是换到这里第四十三小节的时候 他第一组音 是直接占了一拍的十指 也就是说你要脱够一拍的十指之后 再来弹这个三弦空弦音和四弦二平 好 这个时候我把第四十二小节和第四十三小节两个小节连起来 看给大家听一下 大家仔细听一下这两个小节连接的时候该怎么弹哈 接着看到第四十四小节这个三弦和四弦五平的音沿过来之后 还是最后小指滑到一线七平哈 好 接着看到第四十五小节 十指横晚一二三线的五平 小指松开哈 好 这是前两拍哈 这个地方我们前面都是弹过的 那么来到第三拍的时候我们看到 这里首先是二线七平到八平的滑音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用小指无名指做滑音都是没有问题的 或者这样 如果说你用小指直接做滑音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你的横按可以暂时的保留一段时间 这样当然你的横按松开也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只不过我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 我习惯保留一下手指给其他的手指呢 在做这个执法变化的时候给一定的支撑啊 当我手指有一端有支撑的时候 另一个手指在做其他变化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更加的自信一点啊 当然如果说换到无名指来做滑音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你的横按就必须要放开了 要不然这个地方的跨度是不太允许我们做保留值的哈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拍的最后一个音 一弦二弦七平一上面写了一个C 大写的C 同时旁边有一个弯曲向上的箭头 旁边写的是四分之一 这里要做一个推弦技巧哈 这个C代表就是chocking要做推弦 但是呢 这里的推弦 还其实有一点点的呃 怎么讲就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吧 就是虽然说我们看到箭头的方向是向上的对不对 但是这里并不是说我们琴弦要往上推哈 他这个向上的意思只表示说呃 这个音他需要升高哈 但是实际你推的方向根据你的情况而定哈 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执法的基础上哈 啊我建议大家 哎 你的推弦直接将你的二弦往下拉 啊 啊 那么如果说你前面有无名指数的滑音 那么这里的呃 最后一个二弦二弦七平音 也就是要做推弦这个音 用中指来按啊 哎 直接往下一拉 如果说前面是小指的话 哎 就用到你的无名指数按按这个推弦音哈 好 那么具体四分之一这个幅度是多少呢 我也不知道哈 但是我能够知道的是二分之一的幅度是多少 二分之一就是半音的关系 也就是 八平音哈 也就是说你做推弦的这个幅度音哈 只要比你二弦八平的音低一点 那么就可以大概的呃 理解为这个四分之一的幅度啊 因为这个四分之一幅度确实在我们吉他上 至少在吉他上而言的话哈 是没法这样量化表现出来了哈 啊 你只要从听管上来讲 比你这个二弦八平低就没有问题了 好 我把第四十五小节领起来 谈给大家听一下 好接着来看到第四十六小节 顺着这个音线演音过来之后 六 六 二 一个滑音 用中指从四弦那里滑到四平来 看 大家注意这里的节奏哈 全十六后八 大大大大大大 看 这样一个感觉哈 啊 之后滑过来之后 用你的食指按住二弦三平哈 再来一拨二弦和三弦哈 好 延音过来之后到第三拍 一弦二弦一起拨哈 这个时候你的指法保持这样一个状态 暂时不要离开 为什么我们看到第四拍哈 又用到这样一个技巧 二弦三平和四弦四平我们都用到哈 好 我把第四十五小节和第四十六小节两个小节连起来啊 同样的是因为呃这个最后第四十六小节的这个呃 三弦弓弦音哈 因为它十六分音符 所以说他会很需要很快速连接到接下来的第四十七小节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十七小节哈 首先我把第四十七小节呢呃 为大家分成两种这个方式来看哈 第一种呢大家看到这一小节中一共只出现了两次六弦波弦的 哎 但是呢 这个六弦的波弦也是和其他的这种波弦常规的波弦方式不太一样哈 也是我在前面有讲到的一种方式什么呢 就是往外波 让你的琴弦的刻意的打到你的品丝上或者纸板上啊 产生这样一种非常有力量感的声音出来哈 那么好 第一个六弦空弦音 大家看到 哎他在谱子中拨完之后 立马出现了一个休止符啊 因此我们需要 拨完之后 用你的左手虚掩住琴弦 但是这个地方啊 做制音虚掩的时候 他其实是有一定讲究的哈 等会再来讲哈 这是第一个 那么最后一个 六弦三平的音 那么这个地方用中指来按哈 首先 首先 右手还是往外拨 那么另外 我们看到这个符杆上方有一长条的这个横向的波浪下 那么这个地方需要做一个颤音 哎 那么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我的左手中指啊 是这样来上下来回拉动琴弦 让这个琴弦产生一个波动感出来哈 好 说完这个我需要拨的六弦音之后 再来看到这两个音之间 我们所有要谈到的这些内容哈 这其实对于手指来讲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哈 好 首先说到我们拨完前面一个六弦空弦音之后 为什么说之前那个呃 制音其实是有一定讲究呢 大家看到这个时候我左手的状态是这样的哈 我的十指已经提前瞄准好了我的三弦哈 这个时候再将其他手指松开 十指直接就可以按在三弦二屏上 好 先拨呃 三弦音哈 再用十指勾三弦空弦音 接着上来 按住四弦二屏 也就是第三拍啊 第二拍 接着四三四 再勾空弦 好 第三拍 十指再上来按住五弦二屏 再五四 五弦 空弦 是这样一个方法来弹的哈 由于这个呃 把位比较低 同时我们弹的弦越来越往这个低音弦再走 这个琴弦也越来越粗 而这里呃 其实比较适合用来做勾弦的手指呢 确实是十指比较适合 所以说这个地方对于左手十指而言的话 其实压力是不小的 因此呢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啊 除了慢之外 可以稍微的温柔一点啊 对自己好一点啊 就是这样的感觉啊慢一点 啊 之所以说到为什么用十指来做这个勾弦会比较好一点呢 从前面来看的话 从左手的这个移动的幅度和范围来说的话 移动尽量少的距离啊 对于我们演奏流畅性来讲是能够得到一个最大的保证 因此呢 在这里用十指来说来做这个勾弦的话 可能还是还确实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啊 好 那么我把这个啊 第四十五小节一直到第四十七小节 三个小节连起来 想给大家听一下哈 他的节奏弹出来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一段 第四十八小节到第四十七小节的讲解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A二段哈 第四十八小节到第五十五小节 还是先来看演示 好了 我们通过刚才的演示呢 相信大家不管是从这个听觉上还是从现在看到谱子中这个视觉上来看的话 这里毕竟写了一个A二对不对 这里确实啊 A二和前面的A段它是一模一样的 因此在接下来的讲解中呢 我可能会讲的稍微快一点 因为在前面A段的讲解中 我已经为大家仔细的慢速的讲解过了哈 好 看到第四十八小节 前面四十七小节是这样弹过来的 因此你要从一个第一把位迅速的找到这个高把位的位置一把抓上去哈 好 接下来第四十九小节 横上来到五品 小指 无名指 二弦四弦的七品 还是注意 三弦六弦 不要发出声音了哈 接下来第五十小节 横上来到三品 小指 五名指 五品 还是注意这个旋律之间 有这个修指幅的存在哈 好 接下来第五十一小节 横上来到四品哈 第五十二小节 手指整体的向下平移一根琴弦 也就是这样 到这样 好 弗兰米克射的下枣 这是第五十三小节 好 回到第八位 三品的同案 第五十四小节 五十五小节 二品的合案 好 弹完第五十四小节 第五十五小节之后哈 看到它的结尾 有个2 扣打2 同样还是因为 现在我们弹的只是第一遍哈 还是无视掉它就可以了哈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A2段 第四十八小节 到第五十五小节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F段 和G段 第五十六小节 到第六十四小节 之所以把这两个 这两个段落放在一起讲 因为他们从听感上来说的话 放在一起会更加的完整啊 听感也会更好 好 那么先来看一试 我们来看到第五十六小节哈 呃 这里从F段开始啊 加上这个G段啊 用到了大量的这个拍范音的技巧哈 左手而言的话 相对它的执法比较固定 都是在进行一个呃整体式的平移哈 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此这一段啊 因此这两段哈 主要把这个精力放在右手上哈 好 我们看到第五十六小节 首先第一拍哈 这里的数字啊 在三弦四弦上都是九的数字 而五弦上是七的数字 因此这里的执法 哎 大家看到 小指按住 三弦的五九品 五米指四弦九品 十指按住 五弦四点按 这样一个执法 那么好 从前面一个小节 第五十五小节 怎样转换过来呢 我们谈到最后是 哎 正好在最后这个这个 五十五小节最后 哎 两个曼音的时候 你就可以松掉你的左手 来进行执法上的这个变化 因为怎么讲呢 哎 无论你怎么样手指在怎么 呃 怎么样在琴弦上进行变化 反正你弹的都是门音 对不对 哎 你手指在琴弦上面乱动 都是没有影响的啊 只要你最终弹出来的是门音 就没有问题了啊 好 哎 那么最后 哎 大家看到 十指下来一点点按住 呃 五弦的七品 五名指按住四弦的九品 小指再 三弦的九品 哈 准第一拍 哎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我右手已经准备好了 哈 下 上 七弦 好 大家看到第一拍啊 前面一个下扫的时候 十指还是在五弦上了 而后面的上扫的时候 哎 五弦上是零的数字 因此你需要将你的十指抬起来 哈 哎 接着再来做后面的这个 啊 五弦 七品的基弦哈 啊 好 接着第二拍 哎 拍 啊 这里要拍的泛音都是在十二品哈 好 这个时候你做完基弦之后 来了第二拍 十指再松开 一 二 一弦 再拍泛音哈 最后一个拍泛音 哎 十指是保留在五弦上的 那么这个地方说到 一弦 二弦 出的都是这个 泛音哈 包括六弦也是 那么实际上我们弹出来的 啊 这个拍出来的泛音啊 其实三四弦 他拍出来是 都是一个十音哈 那么五弦 不管是在空弦 还是按住七品之后啊 他其实还是泛音 只不过前面 如果你要细抠的话 前面是一个自然翻译 按住七品之后 相当于一个人工的拍泛音了 啊 好 接着保持这样一个制法 上 下 下 上 这样一个感觉哈 第五十六小节我连起来 好 其实我们看到在第五十六小节最后 这个 两个空 两组空弦的扫弦的时候啊 我们其实就已经可以 将那些左手呢 提前做准备啊 为下一小节 呃 的执法 来进行移动了哈 因为我之前说过 这两段啊 基本上都是左手 执法的整体的平移哈 因此左手相对来说 不会特别难 好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到 第五十七小节啊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 这些数字的变化哈 四弦 三弦上都是七 而五弦上都是五 哎 就 数字大小而言的话 他确实是比什么呢 哎 比五十六小节 前面的这里的执法 还整理的小两个品格 两个数字的哈 因此呢 你从五十六小节 弹完之后 哎 到五十七小节 直接整体的平移 两品哈 小指五名指最终来到三弦四弦的七品 十指呢在五弦的五品哈 好 这个时候第一拍 好 大家有没有注意 在这里哈 六弦上是并没有数字的 因此呢 建议大家用你的手指伸出来啊 挨着你挨着你的六弦 不要让六弦发声哈 好 接着第二拍 我们看到拍泛音的位置是来到了 十九品啊 哎 但是它的节奏啊 方式啊 还是和前面的五十六小节是一模一样的哈 上下下上 哎 大家看到我在弹这个五十七小节最后两个空显的这个扫节的时候 我的指法是又进行了一层的改变哈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先把第五十七小节连起来讨给大家听一下哈 好 那么接着直接来看到第五十八小节啊 这里呢 除了这个我们执法的呃 有平位置的变化之外哈 其他的和前面的还是没有任何区别 甚至连拍泛音哈 也是和五十六小节一样 拍的都是十二品哈 那么大家看到我这个地方 哎还是整体的做了一个平移 小指无名指最终是按住了三弦四弦的五品 是指在五弦的三品哈 还是整体的平移了两个品位哈 好 而这六弦做了G音之后 弗拉门歌手的下扫 上上下下下上 哎 没变哈 好我再把第五十八小节 等起来谈给大家听一下 好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我又平移了一品哈 左手哈 看到第五十六小节 好 这里弹法哈 呃节奏和前面都不一样 但是左手的执法还基本上 还真的就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哈 好首先在前一小节执法技术上 再向左边平移一品就够了哈 这个时候 十指五弦二品 五名指小指在四弦和三弦的三弦 四平哈 好这个时候十二品的翻音 大家看到 首先这里节奏啊 前副点节奏大大 另外一个 我们看到拍完翻音之后 马上就是一个休止符哈 这个时候呢 呃你光松你的左手 手指是不够的哈 你需要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 你六弦有你的中指来做之一 那么好 其他的琴弦呢 你直接交给十指来做哈 呃 松 呃小指无名指的同时 十指直接倒下来 挨住你的琴弦 这样的话 那你所有的琴弦都不会响了哈 再来一次 另外一个 大家再来看到后面的这个第二拍哈 呃我们拍的是连续的两个空弦十二品的拍翻音 接着再做一个一六弦七品的极弦 其实这个地方 呃第一拍到第二拍这里有一个执法跨度的变化哈 所以说大家可以听到 呃这个也就解释了 嗯 我们在听圆曲的时候 其实这一段 其实有点炸的哈 这个炸具体是指什么意思呢 就是呃我们听到圆曲这个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这个 这个手指在琴弦上这样滑动的声音哈 如果说你把音量开的比较大一点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视频的弹幕哈 说这个地方啊 你的耳朵是不是已经炸了哈 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其实休止符并不是单纯的 只把左手虚掩在琴弦上就完事了哈 你还需要什么呢 虚掩的同时在琴弦上做一个平移啊 整体的平移到你的高把未来哈 哎 过来之后 空弦十二平的排翻音连续两个之后 十指积在六弦的七平上 好 接着来到第三拍 中指啊 五名指小指分别按在五弦和四弦的八 九平上 再将你的中指按在三弦的八平上 哎 再拍十九平的翻音哈 接着又是一个休止符 这个地方呢 就需要做到执法的改变哈 哎 这个地方的执法的改变其实呃 是有一点点麻烦的哈 因为我们看到第四拍的执法 呃 又回到了我们在五十六小指一开始弹的这个 这个执法 中指呃 五名指小指在四弦五弦的这个九平 十指呢 在五弦的七平 而前面我们是除开中指不看的话 前面我们是这样一个执法 也就是说你要整体的哎 把你的手指往下移一根琴弦 那么其实真正当你恢复到一个圆曲相对呃 接近圆曲的速度的时候 其实这个地方的执法还是比较难转换的 为什么这个我之前也说过 当我们越往高把位走的时候啊 其实这个弦距啊 他会稍微偏高一点越往高把位走的话 那么当你左手抬起来的话呃 你相对来讲相对低把位来讲 你需要抬起来的幅度呢 可能就会更大一点 这样的话 从如果抠的非常细的话 其实是在高把位 松掉左手指法和在低把位 松掉左手指法相比的话 你需要用到的时间会稍微多一点 但是这里的节奏又非常紧凑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大家在慢速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弹清楚 当你再恢复到接近圆曲速度的时候 才不容易出错哈 好我把第59小节 连起来弹给大家听一下 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哈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第60小节 也就是G段哈 在前面我们左手指法已经完成了哈 好那么又恢复到F段一开始的弹法 上下下上听一 好 第60小节和第61小节和前面F段的弹法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哈 好接着来到第62小节 这个时候呢 节奏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啊 但是左手的这个呃 指法还是几乎没有改变 还是在整体做平易而已哈 好这个时候62小节第一拍 还是呃 十指三平啊 是五弦三平 五米指小指呢 呃 四弦和三弦的五平哈 哎 还是拍完两个十二平的翻音之后 做一个制音哈 哎 同时注意节奏哈 第一拍是前副电哈 打打 好 做制音同时还是在琴弦上移动 啊 像高把也平易两平哈 然后第二排 哎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 哎 十指是可以暂时离开五弦 因为我们看到后面还有一个呃 空弦到五平的极弦哈 这样一个感觉 再一次 好保持这样一个指法 LT三拍 拍十九平的翻音 哎 再一次啊 哎 做完制音之后 手指再向高把也平易两平 五米指小指就来到了四弦和三弦的九平哈 这个时候十指还是放开哈 接着 看 两个十二平的拍拍音之后 十指击回到五弦的七平上哈 好 这个小节我连起来哈 接着再来看到第六十三小节 好 先松你的左手十指啊 五米指小指保持不动 好 这是前三个音哈 好 接着 你再来看到后面两个十二平的拍翻音哈 其实他们两个呃 别看第一拍的最后一个十二平拍翻音 他是一个呃十六分音符 但是他后面有一个什么呢 连音线还一直延续完了第二拍的前半拍 再来弹到第二拍的后半拍 也就是相同的一个十二平的拍翻音哈 也就是 嗯 这样的一个感觉哈 好 接着我会看 上上上 嗯 刚刚在第四拍的时候 至于同时 手指向下弹开 扫扫行弦哈 好 我把第六十三小节连起来弹给大家听一下 好 弹到这里呢 我们弹了这么多遍的这个拍翻音哈 嗯 可能单独的某一个小节连起来不是特别的有感觉 好 那么前面的这个F段我已经为大家连起来弹过一遍了 对不对 刚才可能大家没有发现哈 那么接下来我把G段哈 目前讲的这四个小节再连起来看给大家听一下哈 嗯 接下来看到第六十四小节哈 好我们当我们谈到第六十四小节的时候啊 呃 其实我们看到这第六十四小节的内容哈 他其实又和前面的intro段会比较相像了 因为哎 接下来他确实是需要跳着回到啊 intro段来进行反复弹奏的啊 所以这个第六十四小节他的内容啊 我们看到他已经在往这个intro段上去靠哈 只不过他还是有一定的不同点在于哪呢 哎 大家看到播完第一个六弦空弦音之后 哎 后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休止符啊 这个休止呢 表示所有的音的休止啊 不仅包括这个六弦空弦的低音 也包括了前面的这个自然延续过来的旋律音啊 大家听到没有 哎 哎 就这样一个感觉啊 哎 这个第一个六弦空弦音的话 我自己习惯也按照前面那样的方式啊 往外拨一点 当然这个地方并没有什么 嗯 硬性的要求哈 一定要往外拨啊 你正常的往下拨也是没有问题的哈 嗯 嗯 好 嗯 那么我们再看到后面的哈 其实啊 这个六弦 第一个六弦空弦音加上后面的休止符 以及第二个六弦空弦音呢 它其实是一个前八后十六的节奏哈 因此真正弹出来是这样的哈 大 大 大 哎 哎 那么在你播完第二个六弦空弦音之后 马上要做一个拨指的敲弦之音啊 哎 哎 那么前面两拍弹出来就是这样的啊 再一次 好 接着后面的翻译大家比较熟悉了 嗯 嗯 嗯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把第六十三小节最后的几个扫弦哈 连接到这个第六十四小节一起谈给大家听一下哈 哎 当我们谈完第六十四小节之后 这个时候看到第六十四小节的呃 结尾处哈 底下写了一个第六十四小节之后啊 终于要执行这个死尼有的跳转啊 我们需要从第六十四小节跳转回到前面 死尼有出现的小节也就是第二小节 来进行第二遍的反复演奏哈 当然你回到第二小节之后啊 那个地方的反复记号以及跳房子的内容 你还是需要再做一遍的哈 那个不是一次性的 而死尼有和扣打他们的作用是一次性的哈 这一定不要搞错了 那么好 我们回到第二小节往后弹 一直弹到哪呢 一直弹到哎 第十五小节弹完这个地方啊 是之前出现过的这个 这个Q 扣打一的位置 对吧 好我们弹完这个 我们从第十五小节 啊 跳转找到扣打一出现的位置 也就是在呃 第二十四小节C段的开始哈 啊 这个地方 那么好 一直在顺着往下弹啊 一直弹完到第十四小节 从第五十五小节 呃 看到 去扣打二 那么接下来我们从第五十五小节 需要跳转到 接下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第六十五小节 也就是扣打二段所在的位置了 好 那么首先这个就是曲子的F段和G段啊 第五十六小节到第六十四小节的讲解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的A三段啊 第五六十五小节到第七十二小节 还是先来看也是 好 通过刚才演示大家也可以很明显的听出来哈 这个A三段与A二啊以及A段有非常非常大量相同的位呃 这个旋律的地方哈 仅仅在刚才听到的最后一个小节哈 有一些旋律音的改变 为什么唐A三段 我们马上要进入到Ending段啊 最后结尾的部分 随后在这里要做一个有结束的感觉出来哈 但是呢其他的地方呢还是和A段的A二段几乎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区别啊 那么另外说到这里是抠的二段哈 我们是在第二遍反复弹奏的时候 从第五十五小节直接跳绳过来哈 好接下来看呢第六十五小节 回到这样一个执法哈 接着第六十六小节横按来到五品 三弦六弦还是不要发出声音哈 接着第六十七小节横按来到三品 六十八小节横按二品 好接着左手整体的向下移动一根琴弦哈 第六十九小节 第七十小节横按五品 随着前面这个呃最后的这个闷音的扫弦哈 我们的横按最终是往第一把位走来到第三品啊 第七十一小节 最后第七十二小节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哈 和前面A段A二段都不太一样的地方啊 这个时候大家看到 这大横按横按住二品啊 中指在三弦三品 无名指在五弦四品啊 从前面的话连接过来是这样的哈 直接一把抓上去哈 好这个地方大家看到第一拍哈 它是有一个休止在这里啊 因此你在做完第一个下扫加打板之后 左手稍微松一点点 虚掩在琴弦上啊 这个音自然而然就断掉了哈 大家看到第二个下扫加打板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演音一直往第二拍在走的哈 另外我们看到第二拍的后半拍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什么呢 呃 闷音的下扫 其实这里并不是需要说 你必须完全完全的把你的左手 都真的松开哈 你只需要在移动过程中用手往下扫 偶尔出那么一两个音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哈 啊另外补充一点的是这里 呃 呃 一个像高把位的 虎卫华音哈 好 来到哪呢 最终来到三品的位置 我们看到 哎这个执法还是在前面有弹过的哈 啊 弯弯七品中指在三弦八品 无名指呢 在呃 五弦的九品啊 啊 最后 一个空弦的啊 上扫这里 呃 主要带到你的高第一弦就可以了 轻轻的往上一带就没有问题了 好 我把第七十一小节和第七十二小节两个小节连起来 谈给大家听一下哈 这样一个感觉 好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A3段 第六十五小节到第七十二小节了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曲子最后的F2段和Ending段哈 呃 第七十三小节到第八十小节 同样还是把这两段放在一起 因为呃就如同之前的F段和G段一样哈 这个我们又来到了这个拍饭音的段的话 因此把这两个段放在一起来讲来听的话 会更加的好一点 好还是先来看演示哈 好我们来看到第七十三小节哈 这里的F2段和前面的F段哈 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区别哈 还是四弦三弦的九品以及五弦的七品哈 下扫之后 上下下下上 好 向左平一两品之后 接着 上下下上 好再平一两品 来到七十五小节 好接着看到第七十六小节 哎这个时候指平一一品就可以了 小指无名指在四弦和三弦的四品 甚至呢在五弦的二品哈 哎还是注意这个地方 手指转换的时候啊 呃第三拍到第四拍 整体的往下移动一根形弦就可以了啊 好接着来看到第七十七小节 其实这个ending段和前面的G段 几乎可以说是一样的啊 呃不一样在哪呢 因为这个ending段最后是结束了 对吧 他之后没有在 而G段是有的 呃这也就是他们这两个小节之间哈 啊 而这两个段过之间哈 最大的不同 其他的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哈 好来看到第七十七小节 回到这样一个指法啊 四弦三弦的九品五弦的七品 上下下上平衡两品之后 七十八小节 好了 七十七十九小节之后 再来一次 好 最后第八十小节哈 我们看到是这样的 哎 好 首先你的五弦指小指保持在四弦和三弦的九品 持着在呃 这个手可以暂时离开哈 啊 就是前三个音 第一拍的前三个音 好接着保持这样一个指法 两个十二比三拍半音 接着你的左手再向第一把位做一个五位滑音哈 最后 你可以借助你的右手来做一个制音哈 大家听到最后的音质确实断掉了 因为我们看到谱子中哈 是有一个休止符的哈 那么这个时候说到大家回想一下和前面的基段哈 基段是这样的 上下 上 哎 这里八十小节 唯一少的就是这个后面的上下 上他直接 像第一把位做五位滑音 最后借助右手来做一个制音就完成了哈 啊 因此呢 这里的F2段哈 和加上ending段 其实和前面的F段加上G段 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哈 好 那么这个就是曲子的F2段和G段啊 和ending段哈 第七十三小节到第八十小节了 好 那么Flaming的教学呢 就到这里暂时结束了哈 还是如果我在开篇所讲哈 由于这首曲子对左手的这个考验啊 左手的难度会非常大 啊 因此大家在练习的时候一定一定要慢一点 把每个音都弹清楚 这样当你在恢复到一个接近圆曲速度的时候 才不容易 呃 这样犯错 另外一个呢 也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一点的就是 哎 你在某个地方的执法是不是必须一定要这样啊 同时也通过之前的讲解我也有 呃大概解释到过哈 虽然说你可能在慢速的情况下 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但是呢 其实慢速的练习啊 有偶尔有时候也是给我们一种试错的过程 什么呢 你可以偶尔试一下 在这样一个执法情况下 哎 你可以适当的把速度提起来一点点 看一下你是否适应这样一个速这样一个执法 哎 那么随着不断的练习哈 你最终会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方式哈 呃 我在教学中所有讲到的方式呢 一个是我自己觉得是最适合我自己的 另外一个也是我相对来讲哈 我可能觉得可能呃 会适合大部分人的这样一个执法 因此呢 嗯 还是最后一点啊 大家练习的时候一定要慢哈 好 那么最后欢迎大家订阅我的视频 并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这样我之后的每一期星赛内容 你都不会错过 如果大家对于今天的内容还有什么疑问呢 或者想与我直接交流的话 那么首先第一个你可以在我 直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 另外一个啊 你可以在我的新网微博评论呢 私信我或者 这样我看到之后都会在第一时间回复你 好我们今天关于flaming的教学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